大家好,我是威斯里 这边我要为大家介绍 ASP.NET 物件导向设计 关联运算值重彩的操作 A 那关联运算值 它可以经由制定的行别与运算之后呢 传回一个 True或 False 这样的一个运算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相关范例 首先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面有一个显示结果的搬连控制项 当我们按click 之后呢 它还呈生出班级学生 A 跟班级学生 B 这样的一个学生人数 那之后我们去比较班级学生 A 的人数 也比较大于班级学生 B 的人数 这样的一个操作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相关程式码的部分 我们开启 V612 编辑器 那我们在这次范例的 CS 程式档呢 提供这个相关说明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程式码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我们宣告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我们放置了这三个成员 第一个成员就是一个学生人数的栏位 那下面还有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呢,它用 Applator 这个关键字 去把我们的关联运算值的大于跟小于 这两个去把它做重载 那他们的传回值都是布林值 所以可以看到 OK,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传入参数部分 他们都有两个传入的参数 那这两个传入参数的资料形态 都是我们所宣告的这个类别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它做一件事 它就是把这个传入参数的这个物件 OK,然后它里面有个叫 Student Count 然后去比较另外一个传入参数的这个物件 它的 Student Count 这两个去比较 如果它有大于它的话 它就传回初 不然就传回初 OK,那就是 这一个方法做的事情 那下面这个另外一个方法呢 它也会去比较 这两个传进来的这个参数物件 那它的这个 Student Count值 那如果小于的话呢 那它就传回初 不然就传回初 那这是这个我们的CS程度档所做的事情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ASP X的CS程度档做什么事 好,我们看这个之前 我们一样来看一下我们的ASP的内容 好,那这是页面内容的部分 好,我们看到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把刚才所宣告的这个类别呢 全部把它实体化成为物件 所以产生了这两个物件 就是学生班级A跟学生班级B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分别针对这两个物件呢 去设定他们的学生的班级人数 然后呢,接下来 我们先印出来 它原来我们的学生班级人数 是这个 40跟20 那最后我们去使用 我们所重载的这一个大于的这个物件 然后呢,去比较学生班级A跟学生班级B 这个是不是有大于它 那有的话就是执行下面这一段 那没有的话就执行下面这一段 那所以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执行结果 好,我们这边就介绍这个 我们可以将这个 关联运算值的这个符号呢 大于跟等于 我们去进行重载 然后套我们自己赋予它新的这个 要处理的功能 好,我们这边就针对这个 这个关联运算值重载的操作A 来进行说明 那就接下来到此 谢谢